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论鲜瘦的身材还是紧致的皮肤 无一不透露出他私下的自律和努力 经修图中田海龙的美貌令人无可挑剔 但比起他的外形 此次生日宴会上 田海龙手指上的巨型鸽子弹钻戒则是更为夺梦耀眼 如此大尺寸的粉色钻石 属实是极少在其他明星身上看见过 当田海龙双手合十祈祷时 他左右手两枚戒指的尺寸正好产成了对比 原本绿色的翡翠戒指尺寸就已经不算小 但和他右手上酷似一颗小石头的粉色钻石比起来 简直黯然失色 这么大的戒指 看着都觉得格外沉甸甸 距离田海龙上一次参演作品出拳吧 妈妈已经过去了两年 最近这段时间 李田海龙参加各大电视电影节时 他的身份已经从演员转型成为了专家评委会成员 拥有无数代表作和各大奖项放深的田海龙 也确实能够担当得起这份责任 自从2006年的《女人不哭》开播 田海龙所饰演的张子军一脚就成为了所有观众心中最坚强励志的女性代表 这部作品虽然已经播出了16年 但时至今日大家一提及苦情剧女主角中的代表人物时 还是会第一时间向到当年的罗子军 从事业上来看 田海龙的发展一片坦荡几乎毫无阻碍 但他的感情生活却引起了无数人的好奇 其中存在争议最大的一段 应该还是在大学时期与路易的绯闻 很多人都觉得当年田海龙曾介入路易和暴雷之间 但事实上并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实 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 从未有人正面去回应过空穴来风的这段往事 这三位各自都有了幸福的家庭和可爱的孩子 且生活的极其美满 也可以看出 这大概又是一段无聊人捏造出来的假八卦 田海龙的明星屡历无疑是传奇的 不论是他作为出色的女演员 亦或是他作为一个拥有多家公司的明星老板 他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漂亮 如今能够这么美好四亿 也是他用自己的实力和智慧迎来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